大家好,这里是穷色几欲,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 前阵子香港股市回神,吸引许多人开户进场 富途等网络券商成了最大赢家 说起富途,相信其他地区的朋友也常常看到他们的广告 这家券商成立仅12年,就在香港金融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每三个香港成年人,就有一人使用富途牛牛平台 这也让不少人好奇,到底富途如何发家 背后创业人与资本来自何方 本期影片就要来聊聊富途的故事 我们先来看富途的基本资料 这家公司发迹于香港,不过创办人李华来自中国湖南 他在2012年成立了富途证券国际有限公司 结合网络与券商的概念 他也创办了富途控股,旗下包含富途牛牛与木木平台 为用户提供数位金融服务 包括港股、美股、互生、新加坡、日本与马来西亚 各地的股票交易清算 还有市场数据、财经资讯与社群等内容 其他公司成长速度相当之快 背后资本来自中国科技巨头腾讯 以及源自美国 并在中国独立经营的金伟和鸿山两大投资公司 在这些富爸爸的资金益助之下 富途控股2019年就成功在美国 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2022年被财富杂志 准为全球100间成长最快的公司之一 2023年富途一年的营业收入来到100亿港币 而且呈现连年成长的态势 用户则多达2300万人 对这类公司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拿到监管牌照 富途控股旗下的子公司 在全球拥有的牌照数量超过100张 涵干香港、美国与日本等地 其实富途创业没多久 就成功吸引了资本与用户进驻 而这一切都跟创办人李华有关 我们可以看到 在网络券商竞争激烈的当前 富途已在业内占据有利的位置 为了持续扩展市场 富途也不忘大力行销 说到这里我们顺道广告一下 现在富途开户有福利 填入优惠码 就送300港元的机票现金券 入金1万元 加码毫厘三选一 奖项较吸引的就是一股阿里巴巴 限值约700港元 如果入金满8万 再送约合900港币的英伟达 或1000港币的比特币 有兴趣的朋友欢迎支持一下 详情请见下方的资讯栏 回到本期内容 李华出生于1977年 是中国湖南楼底市人 他从小就对电脑有兴趣 高中毕业后 进到湖南大学 主修电子科技 还当上校内电脑协会的会长 有意的在校表现 让李华刚拿到文凭 就成为业界的抢手人物 包括深圳发展银行 与华为都对他送上聘书 但李华的眼光相当独到 他看好黄鹿产业 在中国的发展 决定带枪投靠腾讯 当时腾讯才刚创业两年时间 因此李华成了腾讯的 创始员工之一 员工编号18号 而这个数字 替他开启致富的大门 在腾讯内部有个传说 名为公号前65号 意思是在2001年 获得腾讯首批 齐全奖励的65位员工 当年的李华 也领到这批奖励 但因为面额不大 并没引起他的留意 没想到短暖三年以后 腾讯顺利上市 齐全价值瞬间飙涨 套用李华自己的说法 他原本靠着薪资过活 但从公司上市的那天开始 薪资只成了他的零用钱 不过 李华也对腾讯带来巨大的贡献 他担任多媒体业务 与创新中心的负责人 也是腾讯影片产品的创始人 开发出超过20项 国内与国际的专利 然而腾讯的上市 意外让他找到另一项兴趣 股市 李华看准港股大波动的特性 从2004年开始在古海淘金 短短三年就成了散户界的大佬 2007年 李华的香港券商 特地送来一盒月饼 感谢他的贡献 而这时他才发现 自己一年的交易额 已高达40亿港币 但他同时也察觉一件事 当时券商的交易软体 用户体验实在太差 不止界面粗糙 出入金不便 系统还常常出包 他就曾因为服务断线 一天亏掉30万港币 以上发现 让李华有了创业的想法 他所关注的产业 则是当年在中国 正处于摸索阶段的网络券商 这种透过线上平台 提供交易服务的商业模式 最早源自美国 而中国则是在1994年 出现线上证券公司的雏形 从本世纪初期开始 中国当局正式将网络证券 纳入监管法规 而整个产业就此踏上发展之路 当时靠着公司的齐全奖励 不到30岁就实现 财富自由的李华 也决定把证券与科技 这两大领域 当成职涯发展的第二曲线 2008年 他下定决心 放弃人人称县的高薪工作 向腾讯递出辞城 家里人对此相当不谅解 但李华事后回忆 当时他害怕 自己一旦留在老东家 会因为环境太过舒适 永远都离不开身 辞职之后的李华 带着丰富的职场历宴 并未一下子就投入创业 而是先想办法 印证自己对证券业的观察 因此他组成投资团队 在多家券商盖户 并放大交易额 结果发现 线上交易不顺的问题 广泛存在香港业界 接着他与技术团队 在2011年 推出港股交易系统 经过一番实测 证实复读团队的技术实力 足以移植到证券行业 但想要真正成为网络券商 拿到香港证券牌照 才是关键 李华也因此受到严苛的考验 香港当局要求 券商必须在当地 设立实体办公室 还要拥有合规的管理 与会计人员 同时还要满足 注册资本金的标准 虽然李华 顶着腾讯前高层的光环 但他在金融界 仍是权外人 因此很难拿到外部投资 就连他带着想法 找上前老板马化腾时 也被对方回了句 你还缺这点钱吗 碰上了软钉子 最终李华 决定卖掉腾讯股份 与妻子一共 拿出4000万港元 才在2012年 顺利得到香港 证券会的交易牌照 正式展开 线上证券经济业务 当时的富途主打低佣金 以及线上快速开户等特色 吸引不少用户 随着用户数量增加 富途也成功 引来资本的目光 2014年 腾讯红山与金卫 参与千万美元 等级的A轮投资 这三大机构 隔年在追投B轮的 6000万美元 当时港股势头趁热 在地券商的老旧系统 撑不住庞大的交易量 富途便凭借 腾讯的技术支援 成为唯一顺畅运作的 网络券商 他们就此搭向名号 也顺利在2017年 拿下第三轮 金额超1亿美元的融资 此后 富途业务踏上轨道 2019年 顺利在美上市 当时李华 描述自己的心情 就像原本的小司仪 站上舞台的中央 而且上市还带来各种利多 包含跟银行融资 上市公司能拿到的成本 远低于非上市公司 海外监管机构 也对上市公司的态度相对友善 2020年 富途扭扭 App的用户 突破千万大关 但在2023年 却又迎来另一波挑战 中国央行 突然将矛头指向 跨境证券交易 背后则是当局 对资本外逃 与数据外流的担忧 富途在内的许多网络券商 只好下架中国内地境内的平台App 不过原本开户的投资人 仍然能使用富途做交易 而且这件事也加速了 富途布局海外的脚步 看完富途的故事 最后我们整理出 这家公司实现快速成长的 两大因素 首先 富途搭上中国网络券商的 发展赛道 统计显示 从2015到2022年 中国使用证券App的人数 翻了四倍 这让富途更容易受到资本青睐 加快业务成长的脚步 而且中国人均财富上升 也带动跨境资产配置的需求 第二 富途把营运重心放在科技实力 创办人李华就曾经表示 传统券商是以资本为重 但网络券商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技术 因此富途的研发人员比重 高达七成 与其是证券公司 其实更像是科技公司 这也让他们从用户前台 交易中台 再到结算后台 都能实现全自主研发 不断优化用户的体验 总结来说 富途的崛起 是中港金融产业发展的缩影 如今传统券商 争相抢入线上市场 网络券商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拥有技术牌照 以及资本优势的富途 如何应对外部挑战 以及中国当局 对跨境券商的监管程度 未来是否会有改变 就让我们继续观察 好了 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喜欢我们的话 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除了可以使用 可爱的纸带军贴图 还能支持我们 维持日更创作 期待你的加入 拜拜